好,大家好,我是姓祝哥 我現在人齁,是在這個瑞芳火車站對面這邊齁 這邊有一個瑞芳的美食街齁 今天我來到這裡齁,就是 因為今天禮拜天齁,然後 我們基隆的一些街上的一些 賣素食的店齁,都有休息 那今天我想來這邊齁 來這個瑞芳美食街這邊齁 買一些亂吃,回去當午餐齁 我所謂的亂吃齁,就是 除了我們正餐的那個 麵啊飯啊之外 的一些食物齁,隨便齁 反正喜歡吃什麼就買回來吃齁 今天亂吃的第一攤 就是這一家的掛包 這一家的掛包超級好吃超級好吃的齁 那我今天先來買這一家的掛包 OK 掛包齁,然後那個花生粉一半就好 老闆娘,我錢先給你 他們家的掛包真的好吃 尤其他們家的那個 那個滷肉齁,真的 肥而不膩,非常好吃 然後加上他們的酸菜很棒 而且他們家的那個包子 他們家的包子齁,他們家的包子都手工做的 他們家的包子也很好吃 啊,乾脆再給我一個包子好了 再給我一個包子 齁,然後幫我放 啊,你不要另外給我 我這邊有袋子,你不要給我袋子齁 啊,你幫我放進去 這邊,這邊,這邊 啊,那還有一個包子 嘿,啊,你幫我放進去齁 喔,幫我放進去 好,謝謝老闆 OK,我們瑞芳亂吃的第二攤 我們就來買這家的龍鳳腿 這家龍鳳腿很好吃 啊,其實他們還有另外一家 啊,因為今天這家人比較少 我就來買這一家 OK,啊,需要排一下小小的 好,這家的龍鳳腿 它可以聞到很香的豬王油味 啊,老闆我愛殺雞 還要稍微閒 啊,你不用袋子給我 我這邊有袋子 好,啊,因為他們這家的那個 啊,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的那個龍鳳腿 都有用豬王油包著 所以它吃起來 嘿,對,吃起來會特別香 好,OK,啊,你不要放進去 好,謝謝,謝謝 好,啊,我們亂吃的 另外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我們要進入美食街 這裡有一家 賣碳烤的這個 胡椒餅 這家胡椒餅的生意很好 那每次我來這邊買亂吃的時候 我都會來買他們家的胡椒餅 他們家的胡椒餅 還沒有到那種讓你吃的 覺得很驚豔很驚豔很棒的那種味道 但是也不難吃 不過這家生意真的很好 有時候都甚至要排隊 所以,那我來問看看 看今天也需不需要排隊 欸,老闆 我要一個胡椒餅有嗎? 哎呀,十五分鐘 好,不然我稍後來 好,OK 胡椒餅那一家 需要等 那我們現在再來買 亂吃必買的 另外一家超級好吃的 這個叫做韓雞粿 它以前是在外面賣的 後來最近 它攀到這個巷子裡面來 不過每次我來這邊 對方買 買一些美食的話 我都會來買他們的一個 這一個 那個番薯餅 老闆,我要一個番薯餅 好,謝謝 不用給我袋子 你幫我放在這裡面就好 好,謝謝 因為他們的番薯餅 真的很好吃 都是純熟工製成的 好,OK 好,謝謝 好,謝謝 好,真的很棒 好,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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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好,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香噴噴熱騰騰的胡椒餅出爐囉 哇 好香喔 光我這樣邊拍就聞到它的香味 口水直流 肚子很餓了 我今天一個人買兩個 不然以前我每次來都是買一個 因為一個人真的吃不了那麼多 但是每次經過這裡很香 我都會多買一個 今天特別多買一個 吃不完當晚餐好了 很香耶 真的很香 可以看到他們的那個好漂亮的顏色 金黃誘人的胡椒餅 今天買了一大袋的亂吃的食物 這些我看中午吃不完可以吃到晚餐 哈哈 真的超級多的 好 OK 我要回家去享用我的美食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